切開麵包後開始一層一層 往雙堆 不管是經典的馬鈴薯沙拉 還是這培根生菜三明治 經典法式甜點Z出招 不僅賣三明治搶外代客 連招牌甜點也很親民 兩個只要35元 不過確實迷迷版 就還滿討喜的女生 因為她如果量太大女生 其實比較不會吃那麼多 對啊 就小小的可以吃很多個 還滿喜歡的 還有這檸檬塔原價賣190元 進軍東區卻只要160元 還便宜兩成以上 越拿來和原版比一比 高度已經瞬間矮了1.5公分 也是以嘗鮮的一個口味 一個概念讓大家可以試吃一下 因為今年精品法式甜點競爭 又夠激烈 讓業者只好想破頭 努力突圍 甚至還有人乾脆直接壓保 一種產品 用千層派做出不同變化 從基本的香草口味 再到酸酸甜甜的鳳梨和紅莓等等 一口氣就推出15種口味 從專賣店出發 這個其實是一個非常創新的一個想法 因為基本上它的製作難度的話 其實所要花費的時間也會比較長一些 命家精品點點則主打70元就吃得到 以精致巧巧路線搶供消費者荷包 都掀起一場甜點大戰 三新聞採訪熊 超賴慧紅 台北採訪不動